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Tall Brother这个建商在休斯顿的Town Lake这个大的社区盖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这边是有一个三车库它最经典的一点就是这房子后院的大湖景还有无边泳池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个房子的报价是200万美金我们现在就进来看了一打开门就这样子的高挑的水晶吊灯 然后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房 看到书房的这个窗户整个是圆弧形的设计感 然后我们再进来一遍 这个大湖 大客厅 就这样子 无边泳池 湖是可以坐一个码头直接开始船出去的 可以说是居民区当中最大的湖景房 这房子占地非常大这边也是个房间 所以它有小朋友玩的一些设施 包括做的这个蹦蹦床啊什么的 然后呢另外一边也是这个房子的土地都没有利用起来 其实这个地太大了 然后呢另外一边也是这个房子的土地都没有利用起来 你看有邻居它是有那个停船的船屋的 你看这些邻居 这个房子没有坐 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完全可以坐一个停船的船屋 湖景的感觉很棒吧 街梯形的这样的无边泳池 大客厅 然后这边是主餐厅 高调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是厨房 这边是早餐厅的位置 然后再往里走这是一个一楼的活动室 然后再往这边走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为什么要盖在这边 因为呢这儿是有一个门 从这个泳池直接过来 就可以来这洗手间洗澡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主卧看一下 这边就是主卧 它这个那个地毯有点脏 没有开灯的状态 你看外面的湖景的地 湖景的感觉 超大的湖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主卧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一个超级大的walking式的一个零件 然后呢它这边 然后呢它这边 马桶间 全部都是这个马桶 然后这是一个小锤墙室 这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 衣帽间全部都做了 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洗衣房 去连接那个外面的一个洗衣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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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不要 往简单 但是往前走 往前走 这儿呢是其中的一个车库 但是它把这个车库做成了一个健身房 全部做了镜子 这人很爱撸铁 然后呢在旁边还有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卧室 这是什么 洗手间 套间的洗手间 所以它一楼就是两个套间的一个构造 这边也不是 我猜不见你 然后 上楼看一下 到了二楼之后呢是这样子的 这边先是一个活动室 然后呢这是一个房间 这个地毯也是有一点脏 然后这边是洗手间 套间 大多数的房间全部套进了 然后它这一边还有什么体 哈 这上呢有一个 好小的一个迷你房间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放映厅 看电影的 有幕布什么的 放映厅里面比较大 它是这样子 这边还有一框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再往这边走 这是楼上的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旁边的卧室 洗手间 其实这个房子的最大亮点 就是在它楼下那个大壶上 壶是很气派的 这是早餐厅 如果你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 也是上修自动套房 网络兮兮兮兮断地产团队 我是清清 我们下期再见了